大家好 我是阿渡 这位84岁的江西大爷 企业工程师退休 工临39年 他一个月能拿多少钱的退休金呢 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江西退学的 你们江西那边退休金怎么样 江西低 低啊 我现在84岁了 还在那4100不到 4000多啊 84岁4000多 是100不到 确实不是很多啊 对 江西公司很继续 那你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单位里嘛 企业单位嘛 哦 企业单位 是啊 还工程师呢 你工程师啊 没用 那你还是很有职称呢 这工程师没用啊 是没有用 工资 工资还是这样的啊 那你工年多少呢 工年 工了39年了 30年也很长哎 30年了 确实也挺长的 嗯 还在在杭州这边应该五六千 杭州六千多啊 五六千 现在我这样子有七千多了 七千这样打不到 企业单位打不到 但是你是工程师的话 应该是有加分的 哎 这里有 家里有的 我老儿子在这里 啊 这我跟儿子过了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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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这位大爷虽然是工程师退休啊 但也是企业单位你退休的 所以退休金并不是很高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下期见